岁月如刀,刀刺人路 这话,放在香港女星藤丽明的身上,更显深刻 这次,47岁的藤丽明,也走上了来内地相宴的路 法复,老戏,似大妈,陀昌司者变陀昌司呢 网友们厮利的评价,似乎再也无法让人将他与过去哪个TV被力捧的花旦 应知杀爽的陈三元联系起来 如今,他依旧靠住25年前陈三元的红利 在演艺路上缓慢而行,属于47岁藤丽明的机会似乎不多了 但却从未看到他身上刻意追逐的照常 一如25年前,那场纯粹的恋爱,在9年后已被劈腿告终一样 他有过遗憾,却从未后悔,事业想如此,爱情想亦如此 藤丽明在90年代中期的TV的女演员女绝对算不上漂亮 比起关永河的位置难心,陈卫山的知性智慧,孙怨的洒脱率性 藤丽明的女性特征,在台昌司者陈三元身上,非常不明显 甚至有些颠覆当年观众对于女性传统形象的认知 应期逼人的假小子,是陈三元的特性,一半随读陈丽明当年 但现实中的藤丽明,温远率性并不是个落于颠覆传统的人 拍的第一部剧,是天降财神,与欧阳真华合作 那时的欧阳真华,已经有了名气 藤丽明是个直直无名的新人 会天被导演吗?拍吵架戏,声音小,气势弱,导演怒敲,这样吵架的吗? 听不到,不会用中气说话,陌生感这些都让害羞的藤丽明变得更加胆小 这种性格女的修协和温信,有来自家庭的影响 小时候陈丽明犯错,妈妈从来不会打,也不会骂,更不会大声训斥 只试用气势和样子,来震慑又小的孩子 家里面常常直正无声,会有教会陈丽明大声说话 为了学会大声说话,他常夜独自跑到演戏附近的停车场 大喊著连声,开声,搓入演艺圈的不适,并没有击退这个内心柔弱的女生 后来拍《真情》,实打实的锻炼了他的演技 因为事情景剧,所以拍戏时需要一次过,不能拍第二次 根本没有时间,让他缓冲情绪 所以在这部戏里,他成长狠快,更令他意想不到的事 这部戏大吸他另一个,让他走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在《真情》里,他显现有视力障碍的年轻女孩下说 为了视力障碍显得更加逼真 陈丽明戴上了三幅隐形眼镜,做到了看不见人 只能模糊看到一个人影 不笑时的陈丽明高高的拳骨搭配下谁的眼镜 看上去凶巴巴的样子,再加上看不见人的状态 导致他常常错过与人打招呼 于是有不知情的人,背地里偷偷撤他 光荣耀孔真囂张,都不打招呼 很长时间,陈丽明被贴上生人物准的标签 可也就是这故事装出来的学艺敬仪 被当时驼窗师者的监制发现 觉得他够酷,够囂张,拥有饰现男生气质的天赋 就这样,外表酷,内生游的陈丽明 遇到了承载没有人能超越的角色,陈三元 陀昌师者,算得上港剧中的旅情碑 1998年播出时,收视率排在第二位 90年代女性主义席卷香港 陀昌师者藉着女港境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遭遇 呈现出女性在生活和职场中 面临困境时的强大内心的群像期 陈丽明扮演的陈三元,幽年丧父,性交男孩子气 追随住叔叔陈小生的步伐 一步一步,从一个冲动的新进师者到逐渐成熟 陈丽明飾演的陈三元,性格特色极为先鸣 既当得起独立女性,又能为了喜欢的人 打二动,穿裙子,拆口行 一副我愿意游情就游情的自由姿态 我不要戴别人的耳环,穿别人的礼服 做谁的替代品,我就是喜欢穿牛仔裤的三元啦 假小子性格的全式,吸了陈丽明很大的挑战 一是因为刚入行,演技清杀,这对行业和流程并不熟悉 二是因为要克服本身性格中有和胆气 但好在,陈丽明有些天赋在身上 令他飾演的陈三元大放异彩 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 而戏中他和魏俊杰飾演的情风 在剧里成了欢喜冤家,也在戏外结缘 观众将对这对金童玉女的期待,从戏里延续到戏外 两个人也并没有辜负众人的期待 从1998年第一部《陀昌诗者》开始 将这段感情持续了九年,直到并不按摩体面的范手 艾俊杰出道时间给藤丽明做 1990年,他从戏剧系毕业投考了香港话剧团 几百个人差四个席位,他考上了 可见他有些能力和胆息在身上 但这份工作,即持续了两年 就因为与艺术指导不和而离开 1992年,艾俊杰加入TDP,但路走得并不须 而不顺利的原因,大多源于他自己的年轻气性 初入行的艾俊杰得罪不少人 灯光师,化妆师,导演,每有人喜欢跟他一起工作 校长,多嘴,骂人,黑口黑面,目中无人,忽就而去 那时他常被台女监制拉进房女马,足足骂了七八年 艾俊杰出了明的脾气差,腾丽明有个性认真 两个人合作拍戏,常常因为对方的表现,吵得不可开架 事业和生活上的交叉,有时候是会令两个相爱的人 筋疲力尽 日子久了,一方会将这种生活当做平凡的日子 一方大概早就磨没了内心,将这段感情当做鸡勒 九年后,艾俊杰毫无精少的与重庆大学生张力华领政 还被蒙在古里的腾丽明,安然退场 谈恋爱那九年,艾俊杰吸过腾丽明一些安全感 艾俊杰父亲过世,腾丽明以遗息身份出席葬礼 被问道会不会结婚,艾俊杰永远一句婚一定会结 我爱他一生一世 尽管甜言物与毫无成本,但没有女人能拒绝 也就是这些汉字督定,他有时刻透露出危机的感情 腾丽明肯怕有碎人又好的艾俊杰被人抢走 为艾俊杰还信用卡,澄清出轨的飞门 更追随他的脚步,离开土生土长的香港北上 2004年,艾俊杰远走内地发展事业 腾丽明呼唱苦锤,抛开自己正在TVB上星期的事业 也远赴内地 北上的腾丽明,没有了TVB的被幼和力捧 在众多内地女演员中,并没有特别之处 一次好似从零开始 艾俊杰的事业,反倒比起在TVB更加丰生水起 当局者迷的腾丽明,督定艾俊杰一定会除他 此时,单纯于他,似乎看不透人性的善变 2008年,内地拍戏的艺俊杰火速,与看校女大学生张丽华领政 完成了和腾丽明九年,都没走到的环节 被出轨的腾丽明伤心欲绝,回到香港疗伤 登上中艺节目的艺俊杰,似乎按压住自己的委屈 将过去的九年情,斩得一干二淨 我跟前女友确实在一起很多年,在电视剧里 我们是婴莫情侣,生活中我们是两人,可是奶又怎样 我们确实谈了很多年恋爱,如果我不娶他 我就不是好人,是坏男人吗? 艾俊杰拥有婚姻这些年,消费过很多次腾丽明 有时,在网上对三元情风湿撇粉 说自己没娶腾丽明是正确的 有时,爆了自己与腾丽明分手的真正原因是 不爱了 腾丽明很少回复 即便回香港疗伤的日子,被爆出自残 不多的几次回应,一次是因为魏俊杰说取他不值得的话 他直接贴出魏俊杰分内,求他复合的回应 还有一次,是魏俊杰离婚后,被生活所迫想自杀时 他透过媒体希望他演出成功 爱情的残忍之处,来源于初识时 一陌生带来的新鲜感 却在故事的最后成为两个人比此陌路的双人箭 九年情段,各种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明了 此时,腾丽明为爱父汤道火的代价 就是自己演艺事业的崩断 力国艺俊杰后,腾丽明后来也实实在在遭遇过几段不信的恋情 与郭靖雄九前不清的恋情,喜喜福报 男人在被爆有家有女儿 脚踏两只船后,腾丽明分言与其画清界限 爱情这条路上,腾丽明的确算得想坑坑了 但他似乎并未为此困顿着自己 女人最重要的活出自己的尊严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不能死前不能对骂,这样狠丑,散了便散了 骨子里的撒脱气,将极了带来来的陈三元 爱得起,放得下 好在命运眷恋这样的腾丽明 不忍心让他孤独中老 2014年,腾丽明终于密得自己的良人 从此步入婚姻 像个幼稚的小女生,但也拥有自己的主见 我不能控制老公会不会出轨 但我会好好经营 这些年,他曾为爱情错过丰厚 但还好,他依旧把观众放在心中的位置 从没有真正抛弃自己的事业,相夫教子 如今,拍拍戏,演演舞台剧,经营家庭 事业想没有大红大纸,但好在安稳 他曾学望过这样的安稳,如今都实现了 在TV比拍戏,几乎24小时不停工作 一般每天只能休息两个小时 生病多下,才能获尽一天休假 最夸张的时候,腾丽明试过一周借税六个小时 有一年在日本旅游跌到受伤 出了远就马不停提的投入到工作中去 有些人,会因为爱情的错 和事业的不信感受到对生活的绝望 但腾丽明身上,很少听到他对过去 坎坷感情的悲叹和遗憾 讲其里总爱说上一句这样的台词 人马,总要向前看,开心最重要 这句台词后来成为一种条款 但回看腾丽明对待人生的态度 似乎在浅行这句话 他率性爽朗,又温柔娇弱 爱情来时,全力以赴 爱情离开,也绝不拖泥大水 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是成长 是力量,一次一次融入到感受里 更好地在戏里体现,是经验,是养了 就是有这样一种女性 既拥有为爱撲火的勇气 又有独立自主的底气 他们不为将来,也不念过往 他们只看中当下 或许此生,腾丽明都要是 注尘三元的红利,为事业加持 但乃又怎样呢? 他曾光光烈烈过 值得,就足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